哈喽,大家好,我是SupacanFish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听音乐的习惯 我个人是会在像写程式这种比较需要专心的时候 播个音乐来听,某种程度上隔绝外界的干扰 而音乐的来源基本上就是Google直接搜寻像lofi girl这一类的频道 所以每次开启都要花费一段时间寻找 你可能会问我说为什么不放在书签 呃,因为书签很满 但在不久前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网站 lofi fm 这个网站里收录了一些播放lofi hiphop的YouTube影片或是直播 并且透过YouTube的iFriend API来进行播放以及控制 是一个完全纯前端的网站 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里快速的切换以及播放 我们所想要聆听的lofi hiphop直播或是影片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站 一打开网站,我们只要点击网站的任意处 网站就会开始播放清单的第一首lofi hiphop直播 如果要切换 点击最下方控制面板从左属到右的第二个按钮 就可以看到右上角多出了一个清单提供我们做歌曲的选择 前面有提到这个网站是透过iFriend API将YouTube的影片播放在这个网站内 而这个iFriend直接一看可能会发现它的比例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 虽然说个人感觉将iFriend的两边切掉来达成满版没有黑边确实会比较好看 但是如果不喜欢也是可以点击下方控制面板的第一个按钮 开启选单来将这一个缩放给取消 同时在第一个选单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Play in YouTube以及这个网站的GitHub页面等按钮 这个网站除了可以播放预设的歌曲之外 我们也可以加入我们所想要听的音乐到它的播放清单 只要点开歌曲清单的按钮后 点击最右上方的Add Song标签 将准备好的YouTube连结放入里面 就可以将该歌曲加入这个网站的播放清单 并且如果是自行加入的歌曲 在播放清单内会多一个可以删除该歌曲的按钮 这个清单的左上角其实还有一个Start的标签 在这个Start标签里面显示的是我们有在歌曲清单内 点击右下角加注型号的歌曲 毕竟不是所有的预设歌曲大家都喜欢 所以这个信号也可以多加利用 以上就是这个网站的一些基本功能 虽然说基本功能已经介绍完了 但是这部影片还没有结束 因为这个网站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设计 就是这个网站可以安装为PWA 将这个网页在手机或电脑上安装为网页应用程式 让我们可以直接点开 这样在Windows的搜寻中 也可以搜寻到这个渐渐式网页程式 在手机上也会如同独立的APP一般 可以单独的被列到多工管理之中 单独的砍掉 并且当然的也可以进行背景播放 OK 今天影片的没数了啊 如果喜欢我们可以在影片下方 帮我把麦克星还没得个订阅 OK 这一回事 See you guys